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 看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 在黑龙江有一个人 他呢办了一个护照 跑到了国外 去了阿联酋 后来他回国了之后被抓了 说他涉嫌骗取护照 违法犯罪已经被拘留了 这个人本来说他自己要去 新加坡留学 买来的一些证明 假的录取通知书 什么的 但是实际上跑到阿联酋 新闻上没说他到底去干嘛 我怀疑去打工去 在那边可能挣钱比较多一点 他回到中国没想到被抓了 说他是骗取护照 网上有很多人调侃他 说他活该 为什么 你出国了你还要回去 你不是自投罗网吗 还有网友开玩笑说这个人被抓是因为 你没有按照流程逃跑 其实他被抓这个按照法律来说 也是说得过去的 因为你的办护照的手续 这些文件是假的 那么按照这个法律规定 那肯定是要被惩处的 但这里面反映出的一个问题就是 你为什么要有这么严格的限制 让大家被迫想出国 想拿到护照都拿不到 必须要去伪造 去新加坡留学才能够拿到护照 护照的签发本身就是一个政府 给人民的应该的 是人民的权利 你作为这个国家的国民 你就有权利获得你的身份证件 护照就是身份证件 身份证是在国内用的 护照是在国外用的 但是不管在哪用 人民是有权利获得的 至少在任何的法治国家 自由民主国家 这是我的权利 我申请就一定能拿到 只要我是个人 只要我是一个国家的人 我申请就能拿到 你别管我去哪 你别管我拿到这护照之后 能不能拿到签证 能不能出国 那是另外一回事 OK 别的国家给不给你签证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你有没有这个身份证明 这个是这个国家 应该提供给人民的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义务 政府的义务 但是到中国这 他还要层层射线 他还要给你设置很高的门槛 我们看这个小伙子 他后来去了阿联酋 说明他拿到签证了 因为这证明了 他就算是出国 你甭管他去哪 也许去阿联酋 他就直接说我要去阿联酋 他拿不到护照 他必须要伪造一个 说我要去新加坡上学 才拿到护照 去阿联酋就不给护照 去新加坡就给护照 这个标准是来谁来衡量的 是谁来规定的 所以我们这两件事要分清 他伪造文件 这个是真的没问题 但是在任何国家 我们申请护照 是根本不需要去伪造 什么任何的文件的 就可以拿到护照的 就算你是个流浪汉 你去申请护照 你只要交了那个申请费 你提供了你的 比如说驾照 或者是出生证明 你就可以拿到加拿大的护照 不管你有没有钱出国 或者是能不能出国 别的国家也不给你签证 首先你拿护照 这是你的权利 这件事情的荒谬之处 就在这 这个国家是如此的 限制你们出境 不给你护照 更不要说 你拿到签证了 拿到护照了 他在机场都可能要劝反你 这样的一个政府 想方设法的拦住人民逃出去 就正说明了这个地方 不值得留恋 这个地方是很危险的 他阻止你离开 一定是有目的 这个目的之前我们也讲过很多了 对吧 总之 威邦不入乱邦不拘 我觉得你拿到护照了 拿到签证了 你已经离开中国了 你也感到非常的庆幸 你在和平时代 你就已经离开了 因为在一个和平时代 在一个还没有发生严重动荡和灾难的时候 他都想方设法的拦截大家去离开 如果真出事了之后 他如果更不想让大家走的时候 那你那个时候 你根本更没有机会了 对不对 所以说他以疫情为理由也好 或以任何的借口 去阻止中国人离开中国 这个行为本身 就应该给所有中国人敲醒了一个警钟 但是很可惜 还有很多人都抱有侥幸心理 觉得还没有事 现在不让出去 早晚有一天他会让出去的 实际上 他未来只会越来越严格 只会越来越不让你出去 不仅人出不去 钱也出不去 最后全部都要交给共产党 要成为这个共产党的党国体制 最后的被燃烧的炮灰 你不想去成为共产党 这个党国的螺丝钉 不想为他添砖加瓦 可能都不行了 他会强制的 每个人都必须爱党爱国 必须要为这个党国做出奉献 那个时候就更不要讲什么人权 讲什么个人的财产权利 个人的安全了 所以说能认就认 这跟我这个节目里边 有没有移民广告 这是没有关系的 在没有移民广告的时候 甚至我还没有做这个视频的时候 没有做YouTube频道的时候 我在写公众号的时候 就是这么说的 同时我本人也是这么做的 有人居然还有因为这个事情 来攻击我 我觉得真的是可笑之极 他们是为黑而黑 为骂而骂 就是我救人 劝大家认清现实 难道错了吗 好 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